我们转转转转转的话是我们整个集团可能下一个五年最重要的产品 对我们自己真的是把我们的很大的未来都放在了这个产品上 我们希望就是未来每个人家里的二手物品不要再闲置在家里面 对吧你拍一下你用转转发布上去就可以卖掉 就为很多人来咨询转转的打造一个真正的循环的绿色的 这个更加可持续的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下一个十年吧 转转有可能会成为每个人生活里面必备的 这个现在习惯是完全没有养成的 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把东西放家里面安于面子 或者说觉得麻烦或者说没有好的平台提供服务 那么转转恰好是每个人 我没有一个人你越是你生活越好 对吧你在双十一你在什么天猫 这个京东618买来越多的东西 可能你越需要把它分享出去 把它卖出去 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最重要的还是量 还是把习惯培养起来 你不做商业化就表示你会少很多人 你少很多做商业化的人对吧 你的精力就会更集中于用户 而不是集中于你的收入 对 58集团今天有很多业务 有房有车有招聘 对吧 有到家有很多服务在收费 我们不在乎在这个转转上亏一些钱 我们不在乎就是去赌这个未来 更大的未来 又不是只看今天